生命犯人教会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 他讲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所应该要留意的事情 我特别来看马太福音六章的33节 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我想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一句话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请留意这个先求祂的国 这个求不是指你的祈求 不是指你的祷告祈求 不是指这个 而是指追求 在原文的意思里面 比较多讲到的是一个追求 我们要先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而生活上这些需要 神都要加给我们 要追求 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我很感谢主带领你来生命发展教会 因为这是我们是一个很强调 追求神的教会 所以你有没有因此跟着我们一起来追求神呢 你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追求神呢 神要我们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听过不少的人说 立位神为什么对立位这么好 都没有对我这么好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立位常常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主 真的在生活当中 我就看到神真的一直把祂的恩典 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了 真的都加给我了 所以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 圣灵花展教会的每一个人 愿这个经文成为你的见证 当你更多的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真的生活当中 这些都要加给你了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Amen